大家好,我是郭昭,和大家说客库休闲投资 今天回答问题,留意一下 你之前可能写过一些问题,会不会答中你呢? 下面听一听,什么地方,什么题目都可以有 今天是很古怪的 第一个就是杠杆 有些朋友问,我买楼或者买外地楼应不应该做杠杆呢? 你说呢,当然应该做杠杆 因为杠杆,你买楼才是一样东西 你可以最安枕无忧得来 而又有机会赚到一个很大升幅的机会 为什么我会选择投资楼 以为股票或者其他债券 或者什么 其实那些不是不行 只不过是那些 第一,如果你说股票的话 你用杠杆的话,相对风险会大 除非你买一些大蓝筹 大蓝筹你的股价亦都相对会波动 除非你买ETF,领回那些,相对会好一点 买楼,以前赚得最多的那班人 就是可能九成,九成半杠杆 当然那时的市况不和现在的市况 我不是说现在 很多朋友以前都是可能放下 我最经典的一个朋友 他没有钱的 他没有钱到一个地步 他以前买一间一百万的楼 他都要断了自己的保险 换一些钱出来 可能拿回五六万的首期 再加一点自己的一两万的积蓄 然后九成半按揭 去做一个买楼的程序 然后他做一份很普通的民员工作 大概四五年之后 他就有 他那间楼 不要算他升值了多少 总之他由几万元 都要去断工保险 他现在的资产正值有三百多四百万 你说杠杆的威力大不大 反过来杠杆也会输死你 因为你如果九成半按揭 其实楼市只要跌一成就负资产了 所以现在香港政府就是收紧整个杠杆 你可能已经做到五成六成 而且你要看直播率 你要看时机 你要看你买什么location 哪个国家 以及你那个是什么盘 你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我自己建议就是一定偏向用杠杆 因为用杠杆才会真的体现到你那个投资 如果你看中的价值 但就不要做太多 可能做五成 到七成左右 我觉得就比较健康 因为你做太多的话 刚才都说过 有机会负资产 还有现在不是说香港楼 而是外地楼 外地楼 通常很多人就会说 在香港借钱在外面买楼好处 外面借钱贵 我自己觉得不是这样看 因为你在外地买楼的话 照计你用回外地的银行借 虽然那个利息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你不会影响到香港的TU 你不会影响到你香港的借贷比例 你变了相对来说 你在香港再有机会的时候 或者你不要说有机会 你不要说投资 你有自用的机会 或者你有机会是再买大一点的楼 再坏一点 你等钱花 你要问银行借钱 但是原来你买了一间外国楼 而导致你的信贷额少了 你借不到那些急钱出来用 那就是自己搞到自己 投资不是必需品 尤其是这一类型的投资 不要搞到自己的实际生活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但是杠杆是要用的 说到杠杆那里 如果你说 full pay 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是不好的 你太多钱的话 你可以十间楼十间楼都 full pay 只不过是你没有一个爆炸性增长 你可以很安全地 full pay 我现在说的是 你追求一个很好的投资回报 和说你用有限的钱 来争取到最大的回报 如果你有无限的钱 你不需要追求一个很大的回报 你就 full pay 没问题 至于你说KL买楼花 应该不应该买楼花 看你买哪里 还有说买楼花其实是不是很危险 KL有个法例 理论上你那个发展商去跟足的时候 你收回来的钱是放在监管帐户里 然后他根据他的建筑进度 然后在监管帐户里 才发配给那个承建商 还有那个发展商的 这个是最稳定的 所以相对来说 KL的烂尾楼是少的 就不同其他国家 或者英国最多 因为这个制度上的问题 但当然KL都有不少的发展商 它是不跟这条路的 那你找回一个跟这条路的发展商 和那间楼来去做 还有那个物业 那个盘来去做 至于那条路详细是怎样的呢 你来分享会我再详细教你 买不买楼花 我自己要谈去买楼花 因为我自己选取的地方 都是未来会没有地供应的了 可能是2021、2022之后就没有地供应的了 我这么早买一层楼来做什么呢 我去到刚刚收楼的时候 他没有地供应 那个时候最升得快 当然有些地方 大把地供应的 你买不买楼花 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 因为有些人会卖你 我现在即时有五、六成的回报给你 你那头肤披缘 或者那头按完楼 我立刻给到五厘、六厘回报给你的 买现楼好 你这么喜欢五厘、六厘回报 你不如买领会 或者不如买汇丰 我们在看这件事是一个大型的升幅 我不是贪了少少息 我经常都说 你投资是望有没有机会 可以有之后一日改善到你自己的生活 就不是收了少少少盈头小利 我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吸引 我只是想到第二天有一个倍数的升幅 我才会投资 第三 那个叫做越南 是否值得投资呢 越南最近我自己和朋友都去过那边 相对来说 其实我之前都分享会 或者之前可能在video上都说过 越南相对来说 它的透明度是极低的 如果它说一个楼市的透明度 世界排名 排名去到八十多 即是说你不知道隔壁卖多少钱 你也都上网查不到同类型的单位买多少钱 而只是知道你买那件 它就告诉你它升了 因为隔壁那件就升了 我觉得这件事 是会令到我不会很放心去买的一个因素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越南的相对楼价不是低的 其实它相对比印尼和马来西亚 其实指数更高 但是你去到越南的环境 其实都挺第三世界 就是电单车单车 周围穿穿插插 就是你过马路真的好像青蛙过河 你外国人拿手机出来 甚至在河内、胡志明市 差不多有十个朋友到七、八个都是有些损失 我不完全说到好什么 可能我的朋友不幸 可能你幸运 我不是一个很放心投资的地方 我不计算它自然自安 只是说你买的东西究竟是贵还是便宜 全憑Agent 一面支持 这件事你说我就要听 我就不太舒服 还有同学问台湾 台湾我又觉得是一般 因为你过去台湾都知道 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经济是差的 你说过去那边安居乐业 你喜欢那边生活指数低 或者那边的环境 你会觉得冷静一点 没有香港那么大压力 这是居住个人选择 这个没有意见 当然如果你以有限的金钱 你去一个你自己喜欢住的国家 或者自己喜欢住的地方 这个没有意见 但如果你说台湾来说 去做投资 我自己就不太建议 第一它经济差 很多大学生 其实他都在找那两万元台币 松一点 已经算是挺好的 而且真的不见到他有什么经济动力 是未来会再发挥出来 居民就业情况 或者你有时去到台湾 你都会见到的士司机 都是大牌长龙 他很等客 这东西都会反映到 其实台湾的生活质数 相对比香港没有那么高 也都经济 因为始终和国内 现在不可能融合到 如果你融合不到的话 国内就一定是用经济去制裁台湾 那么近的地方 又被他搞住 有没有发展空间 我又觉得没什么 如果你说投资 我自己就不太建议 你过去住的话 我自己都挺喜欢住的 台湾挺好的环境 你可以想一想 另外大陆 人们会问 借不借到钱的呢 买楼 某些情况下借到钱 某些情况下借不到钱 看看你在什么情况 买公寓还是买住宅 这件事真的要上堂才告诉你 因为很详细 你这么一概而论 你以为大陆是一个地方吗 你问我尖沙咀借不借到钱 我都还能回答你 你问大陆是回答你不了的 还有有些人问 日本赌博法 这些全部一系列的问题 都会留在一个 分享会里面 会跟你说 迟些有澳门分享会 澳门的朋友留意 下面有条link 喜欢的话可以报名 今天说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再见